我想我心里也感我心两人 ало… 来张剋健康 黄岚老师 黄岚 黄岚老师 去咱包向黄韩老师是一个门 是的 谢谢是的 今天从我们在上一期节目 大家很多观众说的不行了 我们欢迎送了 你也不得我讲了 老魏总好 气氛 欢迎送了黄菡老师 离开非诚物 这五天之后 大家非常关注的一话题是 黄菡旁边会来谁 接题黄菡老师 女生点我们总统介绍 欢迎黄岚 咱们国家现在最有名的电视剧的制片人 我加一个质疑你们不会很犯大 不可以接受 最有名的电视剧的人 女性之人来讲 黄菡旁边也好吗 那个黄菡旁边在哪儿照顾 大家好我叫黄菡 一个黄老师离开了 我们千万个黄老师在成长 一个黄老师倒下 很多黄老师站起来 黄菡老师现在看着电视剧 好像是什么喜气 你们俩是什么 你们俩不是人 你刚才我说这边 黄菡做过哪些电视剧 大家都是 我来介绍 我特别了解 我们这个是 这个本来也是好朋友 呃 他这个之前有个很有名的戏 大丈夫 大家看过没有 哦 辣妈正乱看过没有 哎呀 妈猫吧 看见没有 本来这些戏都找我演了 后来他也没找到 嗯 哦 哦 那个 黄菡自己说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女一名 黄菲传 是不是 你从那个 声音的大小就知道 收视率的高低 哎 米热传知道吗 哦 跟他没有关系 啊 哈哈哈 哎呃 真真真华传 你们知道吗 没有 另外一个人 明白了 哎 宰天 那个好像 明年还跟加速 但是有另外一个传来啊 对 今年 米热传 吴依传 不是不是 真凰传 其实有一个新传 叫吴依传 是真凰传的曲 真凰传的续集 对对 你在跟我说 姐妹篇 什么呀 一个人写的是吧 对 一个人写的 一个编剧写的 然后 那个 那个戏里边还缺不缺 那些没什么用的太天 你给我留下 哈哈哈 其实 那个戏 你还这么写 一个是清朝戏 我们要请的时候得剃头 你没有用索的 还不就是太天吗 对吧 哈哈哈哈 好 总的言之 我们这个 你看到没有 雅尔黄 呃 也姓黄 我们的组合 这个名称都没变 黄老师俩字 一样的 漂亮 对不对 而且他们两个名字面前 很像 黄韩 黄乌兰 对吧 第一个字一样 第二个字的 韵母一样 韵母一样 哎 这种走的就不容易啊 还都这么漂亮 对吧 那个是 那个大家对于 黄汉老师 黄家是 黄家阿姨 像慈母一样 这个是黄家姐姐 来我们再一次掌声 欢迎好了 今晚二十四个 没这个 还是 真大了